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实现财务自由的股票投资方法 封老师把财务自由的股票投资方法分为五大步骤 第一步选出好公司 第二步等待好价格 第三步买进 第四步长期持有 第五步卖出 这五大步骤看起来很简单 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步选出好公司 选出好公司是股票投资的起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要知道A股现在有3400多只股票 那么如何才能从这3400多家公司中选出最好的几家公司呢 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好公司的标准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做选择 好公司的第一特点是什么 当然是盈利能力强 在通过财报读懂企业的课程中 封老师说过 一般要选ROE大于20%的公司 当然为了扩大选择范围 我们刚开始还选的时候 可以把标准降低一些 我们把ROE设定为大于15% 这个15%不是某年大于15%就可以了 好公司的好一定要有持续性 只好一两年的公司不是真的好公司 所以我们可以把期限设置的长一些 连续五年ROE大于15% 说明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性比较好 满足这个条件的公司才有成为好公司的前置 那么我们选择好公司的第一个条件就明确了 那就是连续五年的ROE大于15% 我们知道连续五年的ROE大于15% 说明公司连续五年的盈利能力比较好 这个盈利能力主要指的是赚取净利润的能力 但是公司赚到了净利润 却不一定赚到了钱 好公司一定是既赚到了利润 又赚到了钱的公司 也就是净利润现金含量比较高 冯老师一般会选净现金含量大于100%的公司 但是为了扩大选择范围 我们可以把净利润现金含量设定为大于80% 同样这个80%也要满足连续五年大于80% 那么我们选择好公司的第二个条件就明确了 那就是连续五年的净利润现金含量大于80% 好公司的第一大特点是盈利能力强 第二大特点是现金含量高 那么第三大特点呢 当然是安全性高 冯老师一般会用有息负债率来衡量一家公司的安全性 但是这个财务指标需要自己计算 一般财经网站和股票软件是没有这个财务指标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更常见也很关键的指标 来代替有息资产负债率来筛选公司 在杜邦分析法中 ROE等于销售净利润乘于总资产周转率乘于权益乘数 销售净利润主要是与毛利率和费用率有关 在费用率一定的情况下 毛利率越高 公司的销售净利率越高 而毛利率直接反映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直接反映公司管理层的运营能力 权益乘数反映的是公司动用的债务杠杆的倍数 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ROE为20%的A、B、C三家公司 A公司毛利率高 B公司总资产周转率高 C公司杠杆高 这三家公司获得同样的净资产收益率 所承担的风险却不一样 A公司承担的风险最小 B公司次之 C公司承担的风险最大 原因很简单 A公司的产品好 傻子卖也能赚钱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B公司产品一般 只能依靠牛逼的团队来提高效率 人如果有变故 公司就会遭受重大的打击 C公司产品一般 管理层人员能力也一般 就只能加大杠杆 赚时成倍赚 亏时也成倍的亏 了解了以上的区别以后 我们知道在ROE一定的时候 我们选的公司毛利率越高 公司承担的风险就越小 安全性就越高 冯老师一般会选毛利率 大于40%的公司 同样为了扩大选择范围 我们可以把毛利率设定为 大于30% 而且是连续五年的毛利率 大于30% 这样第三个条件就明确了 那就是连续五年的毛利率 大于30% 按照公司经营的逻辑 我们还可以添加其他的财务指标 但是暂时不用了 因为经过以上三个条件的筛选 我们已经可以淘汰掉 99%以上的公司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